天使高雄黃色小鴨展出的最後一天 師父特地舉辦了歡送趴 請來交響樂團和唱團表演 與民眾一同歡送小鴨 這展期一個月累積超過 九百萬人次遊客 造訪高雄 大家一起跟小鴨說拜拜 兩隻黃色小鴨 三十天以來不免不休 處理高雄愛河灣 帶給民眾們滿滿的療癒幸福感 師父也特地替兩隻鴨舉辦歡送趴 兩隻黃色小鴨在拖船帶領下 緩慢往前游 河岸旁更是聚集許多民眾 拿起手機不斷拍攝 也有民眾受持黃色加油棒歡送 在高雄展出的最後一天 觀賞人潮更甚以往 不少民眾已經來過 道別這天也不缺席 就特地來送他最後一程 剛剛我今天最後一天 然後有時間就趕快 趕快下來看這樣子 現場人潮滿滿可以看到的 大家都是趕著最後一天 來跟小鴨做告別 而在這近三十天的展出 也替高雄帶來破百億的觀光產值 在這個飯店旅館的部分 我們也高達八成以上 甚至到部分的年假期間 有滿房的狀態 那此外整體的觀光產值 也預估超過一百四十億的觀光產值 三十天的展出 替高雄帶來驚人觀光產值 高達一百四十億元 觀賞人次也突破九百萬人 掀起一陣小鴨 經濟熱潮 黃色小鴨歡送趴 感謝呆萌小鴨的展示 儀式感滿滿 也讓民眾及遊客敲碗 小鴨未來還能夠回歸 期待黃色旋風再次席捲 記得我回覆留言發 胡幫松 SNG 高雄不倒